多謝 現在請第二位李少昌先生 選民領域的李少昌 我覺得 你一開始是提出這個替暴機制的 然後你就說不用諮詢 好了 文言開始就行了 你說改為替暴機制 一開始你說替暴機制的時候 你說替暴機制是不需要的 但你之後又改了替暴機制 好了 到現在 你說不需要諮詢 經過七一大遊行 有22萬左右 然後你才開始說要諮詢 我們可以看到 臨帥門局長 你去掌握民意的能力有多高 而且香港政府應該 民望應該是新低的 是低於老董的時候 一個這麼低民望的政府 學人說因為有民意 所以要做些甚麼 你覺得很好笑嗎 我就覺得不太好笑了 因為很新秀 我都覺得很好笑 好 說回你這四個機制 這四個機制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會過到基本法 如果你選擇過不過基本法 我就禁了 那怎麼辦 我想不如臨帥門局長 其實你是否想維持原狀 所以就特意做一些搞不定的出來 那我們就要維持原狀 我多謝你 然後你說有沒有漏洞 你還有問題 我告訴你 就是沒有漏洞 沒有漏洞就不用改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不用改的選擇 明明有五十萬人出來投票 那你說民調 民調準確還是走出來 表達自己意見的準確呢 多謝局長 多謝 請一請林漢菲先生 林先生請舉手